美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即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署名文章 称香港回归近25年后 中国政府彻底抛弃有关香港高度自治的承诺 中方近期拘留香港荣修书记主教陈日军等人 冒犯宗教自由 政治自由和人权 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美方政客有关言论 诋毁香港法治 攻击 无理攻击中国的治港政策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和司法主权 我们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中国驻美国使馆和外交部驻港公署 都已经予以严正批驳 香港特区政府已发表新闻公报 表示香港特区警方拘捕相关人员 是依法根据证据采取的执法行动 有关人员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 违反香港国安法第29条 我想强调的是 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 香港这边风景多好 美国有关政客 所希望看到的所谓香港美丽风景线 已经成为黄粮一梦 美国目前通货膨胀严重 疫情导致一百多万人死亡 枪支暴力案件贫乏多发 如果美国个别政客 有时间有精力 我奉劝他还是先管好自己的事 香港就不劳他操心了 下一关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